居民小区里 发生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命案 一个年轻女孩 在家中被活活割断手腕耳腕 现场血流了一地 甚至都渗进地板 滴到了楼下 让楼下正在拖地的王大妈 气氛异常 还以为是楼上的小姑娘 又倒什么东西了 气得扔了拖把 就往楼上冲去 可敲了半天门 楼上的租户杨琪 就是不开门 就在这时 房东大姐听到声音也过来了 得知这些时候 也赶紧叫杨琪开门 可里面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两人觉得有些不对劲 犹豫了一会儿 房东大姐便掏出钥匙 将门打开了 王大妈一个剑步就冲了进去 可夏苗 却被吓得差点尿裤子 警方接着报案后 立刻赶到了现场 经过现场勘察 决定死者就是女租户杨琪 她是一个职业网络小说家 目前还是单身 随后法医便对她的尸体 进行了初步的检查 发现她左手手腕处 动脉切面整齐 应该是历刃造成的 此外警方还在现场找到了一枚刀片 与死者手腕处串口非常吻合 因此法医认为 杨琪的死亡原因 应该是失血过多 导致的失血性休克 死亡时间大概是凌晨12点到2点之间 另外法医也检验了刀片上的指纹 发现与杨琪的基本吻合 这样看来 杨琪很有可能是自杀 桌子上的一封遗书也能证明 上面的字迹与杨琪的基本一样 笔记非常工整 不像是被人胁迫的 此外 从内容来看 应该是杨琪写给母亲的 而他自杀的原因 则是因为得了肺癌 警员还在桌上找到了诊断书 以及一份七个月前投了保险单 受益人是一个名叫陈锋的人 他又是谁呢 李队立刻命人去保险公司 查看这个人的信息 之后李队又仔细勘查了杨琪的家住 发现他家的冰箱竟然满满当当的 而一旁的地上还有两个购物袋 里面全都是零食 李队翻找了一下 发现小票上的购物时间 竟然是昨天下午 杨琪既然要自杀 又为什么要买这么多零食呢 李队想不明白 而之后为了了解更多的线索 他便又带着女精小园 去找了杨琪的母亲张平 据张平称 他们母女上次见面还是一个月前 杨琪工作比较忙 两人只能隔三差五打个电话 不过虽然不经常见面 但杨琪其实很孝顺 要不是因为交了男友搬了出去 他们现在还住在一起了 听了这话 李队有些奇怪 杨琪不是单身吗 见字张平便解释称 那其实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 当时杨琪和一个叫陈锋的男人交往 他其实并不看好 因为陈锋整天游手好闲的 而半年前两人好不容易分手了 可从那以后 杨琪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整天酗酒 说了这么多 张平很奇怪 警方怎么突然来询问他女儿的事呢 小元眼看瞒不住了 便将杨琪的遗书拿了出来 张平看后瞬间崩溃了 这一幕让小元非常难过 真是人间悲剧啊 最后为了尽快破案 李队两人便先回了警局 此时去调查陈锋的警员也回来了 所以并没有从保险公司这边 得到什么线索 不过警员倒是从其他渠道 查到了一些陈锋的信息 据了解他今年26岁 没有正当职业 经常出入在不同女人家中 他们虽然以男女朋友的形式交往 但最后这些女人 却都说陈锋骗财骗色 这样看来 陈锋确实是个渣男 此时法医这边也有了新的发现 杨琪体内竟然含有大量酒精 而且还得了比较严重的肺炎 这点令众人都很震惊 现场找到的诊断书上显示 杨琪明明是得了肺癌啊 这样看来 杨琪的死绝不仅仅是自杀这么简单 为了找到事情的真相 李队立刻命警员 却找了给杨琪开具诊断书的医生周海了解情况 而他则是带着其他警员 去酒店将陈锋带回了警局 审讯室里 当李队提起杨琪这个名字时 陈锋还有一瞬间的呆了 他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 趁两人半年前好过一段时间 之所以认识 是因为他是杨琪的学长 两人因为一次意外熟悉了 后来便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 刚开始他们感情其实挺好的 不久后 杨琪就变得非常敏感 整天查他的手机 还把他手机里所有女孩都删了 他受不了 所以便提出了分手 既然这样 那份宝单又是怎么回事呢 陈锋想了想成 这宝单他也有一份 当时两人热恋 杨琪为了有安全感 便拉着他去弄了一份这样的保险 为其名曰 爱情契约 说是两个人中 如果有一个人先死亡 那另一个人就可以得到 五十万的赔偿 他根本没当回事 杨琪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了 现在要不是警方突然提起 他都想不起来还有这回事了 说到这里 陈锋也有些不耐烦了 警方为什么要询问 这么多关于杨琪的事啊 李队并没有回答他 只问他凌晨在哪里 陈锋想了一下 便拿住了手机 称昨晚在和朋友喝酒 手机里的照片能证明 见陈锋这么坦然 李队便暂时排除了他的嫌疑 而之后调查周海医生的警员 也回来了 他们拿着杨琪的照片询问了周海 周海一看见 便想起了事前看着的经历 称前段时间 这个名叫杨琪的女孩来找他看病 说自己已经咳了十几天了 而且看病那天还咳出了血 他当即觉得不对劲 便给杨琪做了检查 没想到结果却令人震惊 杨琪竟然得了肺癌 生命可能只有三个月了 当时杨琪的表情非常崩溃 为了安慰他 周海便称如果及时做化疗 是可以有所缓解的 但周杨琪却再也没来过医院了 听了这话 警员便将杨琪已经自杀的消息 告诉了周海 周海听后非常惊讶 随后便后悔地称 要是当时没有告诉他就好了 周海的反应令警员有些意外 于是便将法医那边 出去的报告拿了出来 周海看见后非常吃惊 当即便表示自己可能误诊了 他的表情倒不像是庄的 因此警员认为 周海应该没有嫌疑 之后女精小元也拿到了超市的监控 视频里显示 杨琪逛超事实的行为 没有任何一样 不过李队观察监控 却发现了不对劲 杨琪逛超事实 头上竟然还戴了一个发卡 可现场搜集的物证中 却并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那这个发卡去哪里了呢 李队立刻带着警员 再次去了杨琪家中进行勘查 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 两人在杨琪死亡的沙发下面 发现了一个水晶钻 应该就是发卡上的 可发卡本身却不见了 难不成是被人给拿走了 但杨琪家中所有门窗都是完好的 这个人难道是拿着钥匙进来的 想到这里 李队立刻去找了房东大姐 可他却表示 租房的钥匙就是他的命根子 绝对不可能给别人 看他这么坚定 李队也有些奇怪了 是自己想多了吗 就在这时 警局这边突然打电话 称杨琪的笔记本电脑被破解了 李队立刻赶了回去 警员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些聊天记录 是杨琪与一个网媒叫画家之间的 两人大概是在一个星期之前聊起来的 通过几天的聊天 杨琪看起来非常信任这个画家 而这货画家听说杨琪可写 便介绍他去找周海看病了 两人最后一次联系 就是杨琪死亡当晚 凌晨12点03分 是一个视频通话 看到这里警方才明白 杨琪去找周海 竟然是这个画家介绍的 可之前去找周海了解情况 周海却根本没有提过 看来他一定有所隐瞒 警员猜测 会不会是这个画家串通周海 故意给杨琪出去了假的诊断书 这个画家在找机会将杨琪灌醉 趁机将他杀害 可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众人都想不明白 不过不管怎样 这个周海一定有问题 于是李队立刻命警员 再次对周海进行询问 但这个网名为画家的人也不一般 因此技术人员也查了他的IP地址 发现竟然也在本市的一个小区里 而注册名却是个名叫秦芳的女人 众人都很惊讶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 李队又命人去找了秦芳 而就在此时 技术人员又发现了一些聊天记录 是杨琪与一个网名叫守护天使的 在聊天记录里 杨琪曾透露过自己有自杀的想法 并且还写了遗书寄给母亲 不过最后被这个守护天使劝见了一番 杨琪又把遗书从快递那里要了回来 看到这些警员有些奇怪 之间在搜查案发现场时 并没有在现场发现快递单一类的东西啊 难不成是被凶手拿走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 杨琪手机里 也应该有打给快递员的通话记录 为了求证这个猜测 警员立刻着手进行调查 很快便查到了当时接收快递的快递员 经过一番询问得知 昨天下午杨琪确实寄过一个快递 但半小时后却又追回了 这个线索倒是与守护天使的聊天记录吻合 看来遗书果然是杨琪自己写的 而之后不久 警员也将周海抓捕回案了 这次警方一去医院 周海便吓得全料了 原来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毒 因为这个欠了一屁股债 后来为了还债 他的一个独有周亮就指使他 给杨琪出去假的诊断书 但指使他的原因周海并不清楚 得到这个消息后 李队有了一个猜测 这个周亮会不会就是网上那个画家呢 那他一定与秦芳有关 女精小元此时已经去了秦芳家里 经过询问得知 这个周亮竟然真是秦芳的男友 看来他应该就是与杨琪聊天的那个画家 秦芳称前几天吵架后 周亮就走了 手机也一直关机 所以去了哪里他也不知道 不过周亮经常去木兰区那边的酒吧 说不定会在那里 得到这个消息后 小元将房间里周亮的照片拍下来后便离开了 李队得知后 便立刻拿着照片去了木兰区的酒吧 走访了几个酒吧后 终于找到了周亮的踪迹 酒吧前台的女孩称 周亮刚刚还在这里玩呢 于是李队立刻对酒吧寄起了搜查 但没想到最后竟在酒吧的后门 发现了周亮的尸体 又晚来一步 李队非常懊恼 而在此时 他却突然得到技术人员的信息 称有人竟然用杨琪的账号 在一个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小说 描述的竟然是杨琪被杀前的心理感受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李队疑惑时 突然接到小元的消息 秦方竟然也在嫁中遇害了 李队非常震惊 李队命人对着两个案发现场进行勘查 而除此之外 他又命警员去查了这个小说发布的网站 很快警员便联系到了网站的负责人刘军 经过了解得知 杨琪是他们网站的签约作家 上周他们还见了一面 网站当时举行了一个青年作家联谊活动 吃饭时 杨琪还和另外一个女作家吵了一架 那个女作家名叫秦方 听了这话 警员有些惊讶 秦方竟然和杨琪认识 刘军称这两人不仅认识 还非常看不惯对方 当时秦方骂杨琪 剽窃了他的创意 杨琪不承认 两人当着众人的面就吵了起来 还差点打起来 要不知他及时出面 这顿饭估计都吃不成了 看来杨琪和秦方矛盾果然非常深 此时警方对秦方以及周亮 案发现场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经过检查发现 秦方家中的门锁并没有遭到外力破坏 因此警方猜测 凶手应该是黑入了门禁系统 才顺利进入房间的 至于周亮这边 警员查看酒吧监控发现 周亮当晚进入厕所时 有一个帽子男曾尾随他 之后不久 这个帽子男就挟持着周亮去了酒吧后门 所以这样看来 这个帽子男应该就是杀害周亮的凶手 但这到底是谁呢 就在这时 法医这边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报告显示 秦方是被割断手腕 失血过多致死的 而在现场又发现了一根甩棍 所以法医认为 凶手应该是用甩棍将死者打晕后 再将他割腕致死的 而周亮的致命伤在胸口 是历刃刺穿造成的 伤够于在现场找到的刀具一致 所以凶器应该就是这把刀 法医从刀具和甩棍上提取到了两个指纹 经过对比发现 两者完全温和 所以这样看来 杀害秦方和周亮的凶手 应该是同一个人 而秦方的死亡方式 又和杨琪的一样 都是被割腕致死 那是不是说明 这个凶手也是杀害杨琪的凶手呢 李队并不这样认为 在杨琪的案发现场 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直接证据 这就说明 凶手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但秦方和周亮的遇害现场 却留下了凶手的指纹 如果是同一个凶手 他怎么会留下这么大的破绽呢 此外秦方和周亮刚遇害 网上的那篇小说就发布了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而且这个人怎么会知道 杨琪死前的状态呢 听到这里警员有了一个猜测 这个发布小说的人 会不会就是凶手呢 只有他才会那么了解 杨琪死前的状态 可如果是凶手发布的小说 那他当初又为什么 要将现场伪装成自杀 李队认为 这个发布小说的人 应该不是凶手 他没必要这样暴露自己 可这样一来 写小说的人又会是谁呢 这在众人想不通时 小元突然有了一个猜测 发布小说的人 会不会是目击者呢 除此之外 实在想不到还有谁 能这么了解杨琪遇害的状态了 李队同意这个猜测 并且他认为 这个目击者极有可能 也是杀害秦芳和周亮的凶手 他应该是知道 周亮与杨琪的死有关 并且还知道 周亮之所以串通周海一生 就是为了给女友秦芳出戏 所以才对这两人下手了 这个猜测虽然有些大胆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现在的关键 是找到杀害杨琪的凶手 虽然周亮非常有嫌疑 但案发当晚 他12点03分 才结束与杨琪的视频通话 而从秦芳的家中 到杨琪家里 开车都需要两个小时 因此从时间上来看 周亮根本没有做案的可能 也就是说 凶手一定另有亲人 可这个人会是谁呢 李队始终想不明白 而就在这时 技术人员这边 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在周亮的电脑里 竟然发现了 他与一个名叫 杀手九九的人的聊天记录 从记录上看 周亮曾在一个群聊里 发布了一条信息 重金找人帮着收拾一个女孩 而这个女孩就是杨琪 所以这样看来 杀手九九极有可能就是凶手 但警方查看了他的IP地址 发现他竟然用了境外的IP 因此短时间里 还查不到他的信息 不过之后 技术人员却有了 另一个惊人的发现 杨琪电脑里 被安装了一个木码 打开发现 竟是一个监控软件 得到这个信息后 李队有了一个猜测 这个目击者很有可能 就是通过这个软件 监控了杨琪 因此才看到了 案发当晚的情况 所以这样看来 他极有可能就是 杀害秦方和周亮的凶手 警员立刻锁定了他的位置 李队随后便带人赶过去 将这带回了警局 警员提取了他的指纹 对比发现 在与秦方和周亮案发现场 找到的指纹完全吻合 因此便确定 这个人的确就是 杀害秦方和周亮的凶手 而之后李队便对他进行了询问 眼看无法逃脱 这人便承认了一切 他称自己名叫马新 之所以杀害秦方两人 就是为了给杨琪报仇 当年他和杨琪在同一所大学 杨琪无意间帮了他几次 他便将杨琪记在了心里 他知道自己配不上 所以便默默地关注 后来他学会了黑客技术 便在杨琪电脑里 偷偷安装着监控 累了就看看杨琪的脸 心里就会好受许多 再之后 他又用了守护天使的网名 和杨琪聊天 却无间得知杨琪得了肺癌 还有了想自杀的念头 他非常害怕 于是赶紧劝到杨琪 好在杨琪还没有失去理智 经过他的劝说 又急忙将寄出去的遗书追了回来 我以为杨琪有了他的安慰 会好一点 但没想到当晚 他被亲眼看到杨琪醉到在沙发上 之后不久就有一个帽子男 戴着口罩将杨琪活活放显而死 看到这一幕 他心都要碎了 他发誓一定要为杨琪报仇 所以之后便利用了一些手段 查到了周亮身上 得知这两人才是罪魁祸首后 便找机会将他们杀害了 但与此同时 他其实也一直在查 杀手久久的信息 可这个人实在太狡猾了 用的竟然是境外的IP 所以他到现在 都没有查到这个人的身份 说到这里 马新便痛哭了起来 称自己最终还是没能帮杨琪报仇 这个马新可真是极端 虽然他的爱无罪 但他偷窥别人的行为 却是违法的 要是杨琪以前知道了 估计也得被吓坏 不过虽然已经找到 杀害秦方和周亮的凶手 但杀害杨琪的凶手 还没有任何线索 争巧此时 技术人员从马新的电脑里 将杨琪遇害当晚的视频 拷贝了出来 李队立刻带人仔细查课了一番 发现这个男人进屋后 马上将物理吵闹的音乐关掉了 随后便将遗书摆放在了桌子上 看到这一幕 李队有些奇怪 吵闹的环境 不是更容易隐藏他作案的声音吗 为什么他却要将音乐关掉呢 就在这时 李队突然想起 之前在询问楼下王大妈时 他明明说案发那晚 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但从监控里却能听出来 杨琪那晚放音乐的声音特别大 他们这种老实小区的隔音并不好 王大妈怎么可能没听到呢 而在他疑惑时 警员突然发现 这个凶手戴手钞的左手十指 有非常明显的突击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管怎样 李队都觉得王大妈没听到音乐 非常奇怪 于是便带着警员 准备去找王大妈了解情况 在路上警员也查了 王大妈家里的情况 发现早年他丈夫出轨了 一个女坐假后 两人便离婚了 婚后就一直带着 儿子王哲独自生活 这个王大妈也是苦命人啊 李队几人刚下车 便在门口看到了王大妈 于是就顺理成章地 去了他的家中 发现他儿子王哲也在家 而且屋子里还有非常多 关于刑侦的书籍 看来王哲非常喜欢这类书啊 就在这时 李队突然收到技术人员的短信 他们发现杀手九九 有一次并没有用境外IP登录 而定位了地址发现 就是在杨吉家楼下 那这不就是王大妈家中吗 难不成凶手就是王哲 此时李队突然注意到 王哲的左手十指上 带了一个非常大的戒指 这与凶手左手十指的凸起 非常吻合 看来王哲极有可能就是凶手 而王哲看到李队怀疑的眼神 也瞬间明白自己已经露馅了 于是他也不再厌瞒 非常坦荡地伸出双手 戴上了手铐 之后警方便对王哲进行了询问 他承认是自己杀害了杨吉 前几天他无意间点开了一个群聊 进去便看见了杨吉的照片 有一个人说想教训这个女孩 他一看这不就是楼上那个女作家吗 经常和他母亲吵架 想着父亲曾经为了一个女作家背叛他们 他瞬间决定干这一票 而之后他便偷偷趁房东大姐不注意 去配了杨吉房间的钥匙 与周亮串通好之后 就进房间将杨吉杀害了 事已至此 案件已经真相打败 杨吉多么可怜啊 至此都不知道自己的病 只是一场骗局 不过最终警方也为他讨回了公道 王哲三人都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